疊滿滿的白米與物資 打開箱子可以看到裡面有滿滿的日常食品 這些中原普渡後集結起來的物資 由台北市內湖區貴族公與各界善心人士 將愛心物資整合 要來分送給弱勢族群 其實內湖的華山基金會已經跟貴族公 已經長年都有做這樣子的捐贈儀式 每年的普渡物資基本上貴族公這邊都會捐贈 內湖的弱勢長輩使用 然後今天我們這邊受證的物資 我們會一一的送到我們這些服務中的長輩家中 然後讓他們能夠在中秋節之前 能夠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社會溫暖跟愛心 這些物資一般都是華山基金會內湖服務中的長輩 就是65歲以上三世的長輩 就是失能 失智跟失衣 然後因為他們可能是一些經濟弱勢 所以這些物資對他們來說其實幫助都很大 每年舉辦的公益捐贈活動 由台北市議員參選人李彥秀擔任召集人 結合內湖貴族公與善心人士 將內湖在地資源串聯成網 以實際行動傳遞愛心 我們這個活動是107年 今年已經邁入第五年 剛開始是由貴族公以及我個人發起一起合作 當時我們把每一年普度的共品還有所有社會人士的愛心 剛開始是集中在榮民之家 給一些獨居的長者還有照顧一些榮民榮卷 但是後來每一年增加的團體越來越多 愛心善心的人士也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可以照顧到更多的受政單位 那也希望這樣的愛心可以不斷推廣下去 讓外界知道台灣人的愛是無所不在的 那今年的情況是 今年的情況是我們個別募集了更多的物資 大家看到後面這整排的物資 還有我們有更多的受政團體 一共有五個受政團體一起來參加 那我們希望每一年可以受政單位越來越多 那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那也可以募集更多的物資 也謝謝周遭剛才有好幾個公廟一起 我們周遭土地公廟也都一起響應這個活動 所以也不單是我們貴族公辦 貴族公整合我們附近周遭的所有的公廟 以及社會人士善心的愛心 把這個活動越辦越成功 也希望可以照顧到有需要的人 因為我們從107年到現在 那我們這個公其實是很久了 對 也是在地的 那以前我們這個地方是一個叫做大山角 那大山角涵蓋了很多裡 所以我們這個土地公已經非常非常久 那我們從107年跟李彥秀女士 一起合辦這樣子的公寓活動 讓我們這個廟可以真正在地做到 我們想要服務的人 讓需要 真的有需要的人 可以得到物資 讓這些物資都是不浪費的 那我們這樣子可以真正的發揮到土地公的 照顧地方的這個職責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的委員都非常的協助 那我們在地的鄉親 對於這樣的活動也感到非常的榮耀 因為我們可以真正幫助到 我們在地很多窮困的人 因為這一次是由貴族公 然後邀請我們盧州鳳安宮來參加這個聖舉 那希望說我們把這些物資送給這些 需要 愛心的這些團體 我們希望我們鳳安宮可以幫助到他們 現場一片和樂融融 不僅收受者開心 施育者也更有福 期盼這樣的善舉能廣步到每個角落 持續傳愛 我們的愛永遠都存在 準備 我們繼續辦下去 OK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